天堡上电打开手机里面的WiFi设置里面 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个 我们的默认名是LEDNet LEDNet后面一串数字 然后我们这个是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后面是没有密码的 你直接点就可以连接 我们等一下 好现在已经连上去了 连上去了我们就退出这个设置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的那个图标 打开这个界面单击一下就进来了 进来了它首先有个界面跳出来 叫你问你设不设到路由 如果你不设到路由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灯泡的话 它是内置WiFi的模块 它可以设到路由 你可以通过路由来同时控制多个 你如果不设路由的话 就点最下面跳过 下次再设定 好现在进来了 进来了我们来 你可以长按这里来修改名字 修改名字 比如说你厨房啊客厅啊 你可以改名字的 这里下面一个全开全关的功能 就是说你很多灯可以快速全开 现在我们点进来控制这个东西 好 这边你看 我比如说调绿光 蓝光 红光 在这个色环上的任意的颜色 你都可以调光 它的它的很柔 那个调光很柔和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蓝光 来我们下面一个亮度调 亮度调 可以调它亮度 它亮度会那么按下去 哦对 虫是0.5%亮度调 这里一个冷白的快捷键 你按一个按下这个白色的话 它就冷白的快捷键 这个冷白的是RGB拼层的白色 那这里一个纯白的 暖白的快捷键 你看这个是暖白 同样也是可以调亮度的 哦没按的 同样是可以调亮度的 也可以调上去 中间这个界面的话 是一个声控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里面 选择一首歌曲或者是多首歌曲 比如说我随便选几首歌曲 选择然后确定 那灯泡就会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而变化 下面呢有摇滚爵士默认古典机动模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声控的功能 最右边这个有一个内置模式 内置模式的话 这个这个 哦对对对 这个下个不好 有比如说我们有七彩渐变 比如说这下面一个速度调 你看速度是一的时候是最慢 我们可以调到最高 比如说调个红色渐变 你看红色在那边 我现在调绿色渐变 哦这是蓝色 这绿色渐变 然后蓝色渐变 黄色渐变 太快了 红绿渐变了 现在是 再调个七彩平伞吧 然后调个红色平伞 红色平伞 速度可以调慢一点 然后就可以看见一点 对速度这些都是可调的 然后的话我们最右上角这里一个自定义模式功能 自定义模式功能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你任意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你看 任意喜欢的颜色 这里有16个框 16个框 你可以单击这里 然后选择一个颜色 比如说选个红色 然后来确定 然后再选个绿色 我来确定 再选个蓝色 我再确定 好你看现在 现在 现在的针泡就会按红绿蓝的顺序变 你注意看 红绿蓝的顺序变 这个是个渐变 渐变也可以调速度 也可以调快 也可以调慢 还可以舔着跳变 它就现在红绿蓝 我调慢一点 你会看 红 绿蓝 蓝 嗯 好 好 谢谢大家